上海崇明岛的泰生示范农场 是个集合了农场 餐饮 住宿为一体的生态园 我们一年可以种300多种菜 同时我们在这里养猪 尽管新加坡政策 淘菜养猪业 可是我们一直觉得 我们能够 在这里继续发展 我们喜欢的行业 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其实也就原来在新加坡 两代人养猪的梦 陈腾坤 在1996年卖下崇明岛的五百亩土地 当时他在新加坡政策略 当时他纯粹只是想连续家族的种菜和养猪业 然而2007年的一场突发心机梗塞 彻底彻底改变了他的事业和人生的看法 到医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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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医院住了两个月的时候 不禁让我回想起自己的责任重大 万一出状况怎么办 因此重新思考整个集团的发展策略 如何从农场到餐桌上系列的产业 做了一个完整的分析 结论就是做一个人类 现在非常迫切需要做的大健康的事业 陈冯坤在2008年 认识了台湾大学农艺教授林宗贤 他们结合了易经的钛挂 和传统农耕的林乌壤有机种植 探索出崭新的泰生农法 这个是我多面的思考 就整合 希望能够用泰生哲学 泰生的价值观 分享 共生 和谐 就把它展现出来 我觉得很幸运 因为我们没有放弃 过去传统的产业 我们透过现代化的科技 把它提升 转型 然后在整个泰生的一个文化里面 创造了我们的泰生的事业 现在我们的有机蔬菜 已经送到西方百美超市了 这当中我们最感到有意义 很感动的是原来我们可以这样子的综合 能够有效地把这个农产品跟市场结合在一起 泰生农场 泰生农场种植的有机蔬菜 也常成为陈家庄餐桌上的佳肴 陈家庄更设计出一套完整的流程 来打点家族成员近百人的一日三餐 我是陈永强 我是陈总的侄儿 也是第三代成员 我在这里负责包装员 整个系统就是说 酒饭安地都会按照这个单订购 有蔬菜 肉类跟干粮 他们要多少 他们自己支配多少 我们再拿了 再过个天再拿过去 我叫陈永华 我是陈总二哥的大儿子 每个礼拜有两次 家里所有用的那些猪肉 蔬菜 鱼 干粮之类 我就拿回去家里 费用是由我家里计算的工帐 这个工帐是由我家里一个叔叔 说说所记账的 所以是一个资金在那边 所以每天这个材料 有些人就是外面买的东西 必须要有一个数据 跟我爸做的叔叔claim 就是这样 工帐有人负责看管 厨房里的大小事物 也有人细心照料 我是陈真明 我是陈家庄第三代的媳妇 我现在负责陈家庄的厨房的监督 然后负责一日三单 确保他们有新鲜的食材 然后如果不够的话 我再去我们的超市去购买 陈家庄聘请了两位煮饭阿姨 负责周一到周六的货食 礼拜天则由陈家庄成员轮流下煮 开始不会煮是会辛苦 煮久了就OK了 就没问题了 八点开始准备 然后十一点就要吃午餐的 然后午餐弄好了才准备晚餐的 晚餐准备是一个炸菜 还有做一个是翁菜炒鱿鱼 还有一个海参那个鱼票 甜品就是木薯糕 吃饭之间蛮规定的 就是晚餐就是五点到七点半 七点半过后如果你吃回家 还是什么之类的 就没有东西吃了 你都瘦掉了 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煮 或者出去吃这样 这个家最大的乐趣 就是大家可以住在一起 一起生活 然后一起工作 一起吃饭 然后有什么事情 可以大家互相帮忙 一家人在吃饭 这种感觉很好 不管以前在农场 或者现在在这里 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 大家可以坐下来 一起吃饭 太阳岛 太阳岛几十万棵树 都是陈冯坤当岛主时 亲手栽种的 二十多年下来 岛上树影婆娑 绿阴处处 反映了在农场长大的陈冯坤 对大次人有着一份深厚的感情 植物是有生命的 我每天经过树的旁边 都会望一望 那么现在如果说 我都抱不动这棵树的时候 这树明多少的水月 然后树越长越大 这里面产生了一种爱 然后一种这个共分 对树的感情 似乎与生俱来 对于妻子的爱 更是笃定而深沉 陈冯坤当年到台湾大学 念畜牧系时 认识了台湾同学七志平 七志平后来决定要嫁入 新加坡养猪大家庭时 受到了家人的反对 因为那时候我妈妈很不放心 我妈妈不同意 人家讲说被骗 是因为本来以为她家很有钱 要嫁给她去享受 可是我本来就知道 她家是养猪的 那我本来就是要去养猪的 所以这跟这个 好像没有什么被骗不被骗 结婚三十六年 生活在重重考验中度过 但志平始终无怨无悔 对于七种非常感动 试过很多年 我从她家人里面了解到 当年全家人是反对她 嫁到新加坡去了 可是她说这个是她的选择 我们一起工作一起生活 我想幸福两个字 应该就是可以在一起 志平谢谢你 我其实会嫁给冯坤呢 她有一个优点就是我看重 就是她很孝顺 她非常的孝顺 我今天的成就 是妈妈的力量 我觉得很感恩 我有九个哥哥三个姐姐 她是一世同仁 可是我体会到 她的爱感动了我 我认为她就是 我信仰的源头 陈冯坤对母亲万分的敬仰 太阳岛开幕礼当天 他把剪彩的荣誉 留给了当年八十八岁的老母亲 从妈妈身上看到 爱的另外的一层意义 她的母亲和太太 跟这一群勤俭持家的妇女一样 都是陈家的媳妇 也都经历了胆怯的适应期 才慢慢融入这个大家庭 我妈妈讲 这么大家庭你要嫁进来啊 我嫁老公又不是嫁他们家庭里面 只要我老公好就OK了 好处就是三餐不愁啦 然后小孩子小时候 有大家的照顾啦 配什么工作 你就要尽力去做好他咯 从来没有接触这么一个大家庭 所以刚开始嫁进来 我完全不敢下来吃饭 只能躲在房间吃泡面 吃饼干 吃面包 这样做冲击啦 后来慢慢地 就我的小姑啊 就说 走吧 我们一起下去吧 一起下去吃饭吧 渐渐慢慢地才适应 因为人多做什么事情都方便很多 也互相照顾得到 因为你没有空 谁都可以帮你 那么大家喝醋 不会有什么事情 他们就是好像一个 现代版的一个come home 记得每个人的名字很难 看到他们的时候 都还会有那个很亲切的感觉 就是可是很想叫 可是又怕叫错 要成为陈家庄的媳妇的话 那么就要非常爱他的先生 我们的大家庭 从远望的时候 有可能会很可怕 那么用比较旁规的一个角度 来看这件事情 会觉得说会很复杂 那么其实你真正住进了陈家庄 能够真正叫得出他的名字 而且知道每一个人的属性 跟他的那个个性的情况之下之后 我觉得你会觉得陈家庄很可爱 你会觉得这么多人能够住在一起 如果不可爱的话 我们也不会继续这样子下去 家业由谁接班 一直是迫切的课题 我想接班始终是一个家族面对的问题 从他出生 我们都非常重视他的规划 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 给他的一些辅导跟方向 包括他在很小的时候 跟着我到处去开发 做行李员当球童 让他能够在过程当中 在他很小的时候 学会如何吃苦 同时也对如何在人际关系上 建立起一个很好的体会 处理危机也是磨练 不久前 中国政府为了环境因素 加大力度调整高尔夫球场 球场营业者纷纷接获 退出营业的通知 我们在中国发展高尔夫球产业 已经有20年时间 被通知这个是中国国家一个政策 有一个宏观调控 来管制高尔夫球产业 在这个当中 我们也被点名到了 这次球场产业的整顿 我们受到的影响也蛮大的 事发的时候 陈总做了决定 不逗留在中国 陈总在这个时候 知道说今天面对这个挑战 如果没有亲身经历的话 有可能不会真正珍惜 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所有的一切 好 在逆境中成长 那么这个是永少的机会 带领大家都过这场危机 年轻的接班的人 能够在这里面对 亲身经历面对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是一个 对我们来说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跟考验 危机呢就是一个转接 如何带领他的团队 这是接班的必经的过程 我从那边 第六届泰生论坛 在陈家庄总部的新加坡举行 女士们 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 欢迎来到第一个阶泰生论坛 陈冯坤在2010年提出太生理念之后 便全力推广太生哲学 常年举办的太生论坛 广邀全球专家学者演讲交流 深入探讨生命永续 这个重大的课题 我们从一个养猪的农民 然后能够提升到太生论坛 百年来陈家庄一个很大的成果 很大的跨越 我们希望子子孙孙的 能够在这个论坛上 做更多的学习 陈家庄追求企业和生命的永续发展 而在面对生命无偿的时候 更彰显出极为浓厚的亲族观念 陈冯坤的二伯母 高压顺不幸往生 这个晚上 陈家上下为亲人举办丧礼 生老病时是很自然的一种现象 那当然往生的时候 我们都会很不舍 因为毕竟是看着我们长大的一些长辈 那可是呢 当我们 当然尤其好比方说在经过他们的关目的时候呢 心情是很沉重的 这位是我们的长辈 那在生的时候我们也是很尊重他 虽然是有点啰嗦 不过我觉得他的啰嗦是有他的意思 就是可能就是一直在教导我们 心很痛 我的大伯母刚刚过世的那一餐呢 就是他也是躺在那边的时候 我的二老神呢 那天还在这边 在进这个趟 当有新的成员加入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会也会很开心 因为有往生的 然后也有新的成员加入 不管是嫁进来的也好 也有可能是新的成员刚刚出世的 所以要把它当成一种常态 然后要去接受它 这是一个传承的过程 所以我们看到一代传一代 人情管多了 可是只有一个家 一个心 陈家庄的每一代人 都是因为用心经营感情 大家才能够团结一致 和睦共处 每年年底的家族大聚会 就是一家大小 共享成果的时刻 陈家庄每年都会举办 一些大大小小的活动 年尾了 就会举办一个比较大型的 就是会邀请 住在陈家庄的 也是会邀请 住在外面的家人亲戚朋友 然后就大家难得聚在一起 培养一下感情 人数大概有一百五十位 到两百位 当晚会就是考诺会 然后每年陈总这里会 安定一下这整年发生了什么事 跟大家问候 各位陈家庄的亲人大家好 古代圣贤提醒我们要 一日三省无声 也就是每一天都要自我反省 个人应该如此 企业 家庭和国家 就更应该如此了 当天那些小朋友 如果成绩考得好的话 可以颁换一些奖学信给他了 第一位陈婉璐 其实从我母亲开始 每年这个时候 就是帮发陈家庄奖学金 让我们里里外的成员 能够在这当中 在学习上表现优越的 我们都给他很大的奖励 第二位陈仙佑 借此机会把整个陈家庄成员 聚在一起 让大家平常都忙 可是一年当中 大家可以聚在一起 互相交流 陈家庄这一个 从养猪户到跨国企业家族的传奇 成为了浙江大学 家庭企业研究所的一个研究个案 他们想追溯新加坡的陈家庄 为什么能永续的真正原因 谢谢 你们替参观啊 谢谢 因为以前我们在马来西亚 是有中途计划的 所以每年他们 这个管理学院 都带着浙江的企业家到陈家庄 我们都在交流 我的greatgrandmother 就是我奶奶的爸爸妈妈 每次接触陈家庄 都能学到新的东西 能够得到新的共鸣 像新加坡陈家庄这样的 八十多人口 五代共鸣 还住在一起 确实非常少见 所以我看到了 我觉得非常的高兴 因为他和我妈同学 我就可以感觉到 这个家族有的非常优秀 非常好的一种家庭的文化 所以我非常祝愿 这样的家族企业 能够继续发扬官员 能够成为我们华人 家族企业的一个典范 上海太阳岛陈家庄知心馆 正是岁月的见证 展现百年陈家庄 同心同德的家族事迹 回顾陈家庄的历史 我们都过着这样的一种 我们喜欢过的生活 所以家的温暖 温馨 带给了每一个人 这个一个安全的基地 3 2 1 3 2 1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